念佛三昧 三昧中我 三昧也翻作禅定 那么念佛的这个定功 所有一切禅定当中 都不能够跟它相提 佛在《大吉经》里也说 为我们大家说明 念佛即是深妙禅 不是普通的禅 比普通禅定高明的太多了 为什么呢 普通的禅定有出有入 入定的时候 禅定境界现前 出定的时候 这个定境就失掉了 念佛人 单提一句佛号 放下万元 行住作物都在顶中 所以叫它做深妙禅 那么我们知道 禅定 就生智慧 三无六学常讲 因界生定 因定开会 禅定 禅定能开发智慧 极妙的禅定 神秘的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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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切菩萨的定 是一切菩萨的定辉 所能够跟它相比 不是一切 不是一切菩萨定辉 所能够趁量 这叫难量 这个趁量就是 输不出 所以不可思议 趁是趁数 量是很量的 一般菩萨做不到 这也是经上常讲 为佛与佛 放能就进 等着菩萨 都没有办法 完全的了解它 助于 解释 优优独播放 い 优独播放